我欣欣你谈一下 这出戏你是跟谁学习 那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有什么困难 然后你怎么克服 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觉得 寡喜的钟馗家妹跟金举的 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大家要来看你演 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钟馗家妹 我第一次接触钟馗是 最有让我印象就是在新加坡 因为妈妈她把这出戏 带于新加坡演 可是她因为我们去那边 就快整整一个月 她不可能就请一个老师 去那边专程做悲剧 就帮她勾脸 所以她就先送我去学勾脸 对 然后就是在新加坡就帮她勾脸 然后我还记得在画的时候 我的手是这样 左手抓住右手 摩爪摩爪 就这样 就是这让我最有印象 然后之后我就想说 诶那我已经会勾脸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模仿妈妈 然后就在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要演钟馗 然后是到有一次去基隆 然后不是演钟馗家 我们是演一出叫麦魂 就是扶摩大帝去 也是一个抓鬼的桥段 然后我就把妈妈整个钟馗 copy到野台 然后就在野台这样上演 然后演完之后 那里面的团员 就金妹老师啊 他们都说 诶 你得当做钟馗啊 你妈妈有人顶起来这样子 然后之后就开始去学更精进的身段 就是我的 我最爱的刘光彤老师 就是那个白头发的 那个 刘光彤老师 对 他就 他在我的学习过程中 他真的教我非常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台上的意 或者是台下做人的道理 对 妈妈常常在说 你台上会做 你台下也要会做 对 就是他最 对 阿牛很会戴断 我对他太佩服了 我卧底在新加坡的时候 在我的心目中 我觉得他就是像皇帝一样 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 大家都很尊敬他 有点怕他这样 对 可是他又很奇怪 你看老老师说 你把他形容说他是像皇帝 可是他等一下走去旁边 他就在拔本色 他就在叫便当 他就会做一些那些 那个 我注意到的不是这个 我注意到的是 他动不动就抬来一堆 细米片的赏金 然后一散就 哦 别看过这么多钱 他什么都做 他太厉害了 见得四面太多 对 然后就 刚刚你有一个地方 太简单的跳过 是 你就说 你就把妈妈的钟馗的 copy到舞台上 这不太容易 怎么copy 就一直看影片 就刚才会说 呼不高柱 其实 妈妈把我教 他不先教他就收起了 谢谢 你把他都不教 你把我教不了 你知道 对 父母教子女 他们也会先暴躁哦 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用 一个小时 去教别人 而且都是非常温和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你要怎么样 可是我爸妈对到我 就是三句话 你怎么这么笨啊 你怎么这么笨啊 你怎么怎么都不会 三句话 刚刚佩奥好像很有同感 你有 郑老师也会这样吗 因为就是 因为我就说 我们的状态不一样 因为他是音乐专业 我是表演专业 所以我们会讨论的事情 都会是在一些 业务上的行政上 然后当然 我们有好几个行政 那他跟别的行政 可能在 讲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 很轻声续语 然后 那你就帮忙一下 那怎么弄一下 然后到我就 哇你怎么会这样弄 你居然没有知道 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 好 好我改进 就是做错的空间很少 这样 禁止做错 对 然后下一次 在同样的地方说 你怎么要犯一样的错 然后说 可以给我一点机会 我的女儿 就绝对 比你们三个都要 男交 所以 这个父母就是这个 从父母的角度 会觉得说 啊这女儿怎么样 小孩怎么样 那 小孩觉得父母 可能 比较严 比较没有耐心 好 爸爸妈妈会希望说 我们的 处理事情的能力 是跟他们资历是同步的 他们会 其实有时候 在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他会忘记 我们其实 对这一块 根本就不熟悉 甚至乎 我们是一张白纸 那他 有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受挫 其实像欣怡啊 像依佩 一定都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 你们又没有说 然后就先被骂了 不要看啊 我 我没看到 就 因为 因为 有这样的父母 就 家里 家里有一个戏班 然后有 有这么厉害的人 跟你住在一起 你其实就是 我们 一般学校里面 会开工作坊 对不对 那你就是住在工作坊里面嘛 所以你 应该比别人厉害 而且我认为 你们不会有问题的 你们就是 自然就 会 会 会有那样的 一定的 那欣怡请你谈一下 你觉得 你觉得中奎家妹歌仔戏的 可以跟 金剧有什么不同 嗯 当然是 歌仔戏它会 就是我会 比较着重在 跟妹妹感情上面的 一些冲突 让怎么样 去涮观众的眼泪 对 这个是 就是歌仔戏内心戏 比较特别的地方 对对对 你这个讲的 讲的很贵啊 我 大概也是我的观察 我在外台看到 中奎家妹 如果说这个小生 这个演员 其实她是演那个花脸 这个演员 如果她不是特别有功底 其实是 会放在 中奎去应试的时候 她遇到女鬼 然后那个女鬼 就会吊钢丝 对不对 而且中奎 金弓的秋环 金弓的 这个在 那我觉得 我们 我们当然 你应该是演一个折子嘛 所以 对所以前面那个吊钢丝 不会 不会 那因此呢 就是在 渲染这个跟妹妹的感情 这个 这个方面发挥 确实是歌仔戏的 藏出嘛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 很聪明的策略 好 那我们来 接下来 我们看看 赵伟 赵伟演的是 昂尼观 昂尼观 那 是 赵伟演的